第八奖 第八奖主要讲的是神魂詹语 这段的原文是新包者 新居功成业 这讲的是新包 一般从中医的认识 就是新包 就是受病 因为新不受邪 受邪则死 中国医学在很老的内经里头 比较年代很远了 他这么个认识 新不能受邪 新要受邪就死 所以老说是新包 是这样 是新制功成业 是新的功成 因为新在里头是君主之官 他就君主受伤了 那就国家就亡了 因为他年代很远了 还这么个认识 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认识 那么热胜因伤 因为热胜 因为热胜 温病是到了心包了 到了营分了 所以因伤 今夜被争 因为热胜之后 因夜就伤 所以今夜就被热 坚硕 所以能征腾 坚硕成痰 怎么成的痰呢 就是这里就是热 上的是今夜 今夜受热的熏水 这么熏蒸 所以今夜变成稀 变成稠了 变成痰 那么这一点呢 我将说明了 常常咱们说 痰热 上什么萌心跳 所以没有痰 比如说 说我不磕道 人家说我没有痰呢 你怎么说我有痰呢 这一点要做一个解释 因为温血是热血 人正常 这基业呢 是 这基业比较 能够循环的 它是比较稀的 因为热剩了 把这今夜 继肩毛成仇了 这样变成痰 是这么个心跳的痰 因为一今夜 受到热的坚硕 这么难 罪易成热线心包症 因为痰呢 闭着心窍 这都是中意的 都是中意的这个理论 待会我要讲一讲 这些个理论呢 我们要怎么样分析 怎么样的认识 是不是 我们假如这样讲 人家会问我们很多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常常把心呢 我常讲 就会混合了 中意讲的心 是一种理论 西讲的心 又是一个心的本身 心的 那待会我要解释了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是坚硕成残 残蒙心窍 所以热线心包症 这是中意的 因为在我们今天讲 我们解释都懂 热约心包 可是给个 现在我们假如给西医的 这个大夫讲 或者给一个一般的 没学过中意的人讲 人就很难理解 往下先把这篇文章简单说一句 其舌价先则 所以我老说 他必须看墨舌色证 你要 偷出这些东西 无以为变 什么叫辩证 我们把辩证 不能够错误的认为 怎么一想就算辩证 这都是错误 这热 发烧了 呼迷了 这变了 变了吃凉氧 这都是错误的 他的客观依据 第一个是墨 第二个是蛇 第三个是色 这些东西都在特观 在那摆着呢 墨 我们一瞧瞧 蛇伸出来我们看着 面色我们一看 所以症状我们再来分析 这样才是客观检查的依据 因为过去很多的西医就说 说你们中医就老大夫经验 过去我在研究院就是 我在中医大使编辑部的时候 他们都是西医 他们说您就是经验做 您就变这个药了 您就是经验了 所以您老师不好 所以您就是一变这个药好 他认为就是经验 我说不是 我说我们中国医学里头 根据就是墨蛇似 正 我说你看就是一症状 我看的是墨蛇似 所以这样 因为蛇 在外分蛇白 在气氛那儿 蛇就黄了就干了 到淫化了呢 它就鲜红了 再深一点 可不就是 降 蛇红 深红 同时 您才干 蛇红 热圣 您才干一些 可是 鲜色 这有毛病 一鲜 就说明是 鲜色呢 就说明是 什么呢 是有经验 鲜叶呢 才能刺 才能划 什么叫刺 光刺 划润 舌面红是红 还是划 从这儿看 就是有蝉 有湿 有欲 有热 到血分 到营分 是这样的 又见神魂瞻语者 既是心包受罪 说不单有 舌头这样的客观情况 墨呢 入营 俗中 暗 遭了暗的部分了 神智是昏的 瞻语 这是一个 学现心包 所以这就是心包的 心包受病 那么它呢 是由于守菜音 肺 传入 又称逆传 那么一般我们都讲的 文学上看首先看胃 逆传心包 所以叫心包从发烧很快昏迷 这叫逆传 底下我要解释这些细节 这叫逆传 真传呢 叫胃 到肝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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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症状 逆传心包 叫做逆传 病在守绝音 心包是守绝音 守绝音之病呢 最容易跟着足绝音干有关系 所以同时能够见动风的症状 这是我们从四面上 是这么样了解 下段我就要讲一讲 我们进一步的认识 那么这一段呢 关键就是讲的就是 神魂瞻 说斜线心包 那么第一个我们在这个 在终于的认识 那么心的认识 那我们现在讲的心包 刚刚我讲了 说心不受邪 受邪则死 这是我们古代医学就这么认识 那么跟现代医学 根本不同 我常讲 我跟病人也讲 我跟这个临床的大夫也讲 中国医学的心 不是西洋医学的心 中国医学说的心包 也不是解剖学说的那心包 是什么呢 他是心包 是客观的有这么一个心包 可是他讲的就是 神志昏迷的阶段 就是邪热入到心包 假认真是从我们解剖的时候 给心包被热割呢 是不是昏迷这个 绝不可能的 就等于我们今天瞧的干病一样 所以这些年 我就是我自个的认识 那么就是这些年来吧 就是从 从这个 五十年代说吧 六十年代 一直到了今天 这解放以后的 各个医院 那么党的政策 发扬中医 中医到了各个医院 因为我们中医的水平 并不一样 有的确实经过 很细致的学习 系统的学习 有的呢 对于不但中医学 学习不错 现代一些知识又有 有的呢 就是普通的 都弄不清现代一些 就错误就给 肝跟肝都混了 人说肝炎 他说肝气 混了 因为肝炎是客观肝脏炎症 咱们说的肝冰呢 是木主木 是木主风 风主动 这个肝 是中国医学说的 东方甲乙木 是这么个肝 肝为藏血之脏 肝晕 是要有肝得血 而能养 肝呢 假如血少了呢 所以抽出了 动风了 这都说 梦是肝的 那么这就是肝脏 肝脏本身 有了些个炎症 就是肝炎 并不能把它的肝 说成中医的肝 肝气 常常就这么错 是不是 老太太生气 心里憋着 肝味不合 或者愣错了 说你这就是肝病 结果呢 你多吃糖 这全是错的 所以我们呢 要认识很清楚 中国医学的肝 不是西洋区的肝 那么反过说 中医学的肾 也不是西洋的肾 就等于这些年 我很体会啊 不管到哪去 肾炎 就给人吃八味的黄丸 六味的黄丸 认为肾炎就是肾虚 这也是中国 就是说是搞中医里面 对于现在一些知识不够 错误的 就用八味的黄丸 六味的黄丸 甚至于身腹汤 最后肾炎解决不了 那么通过我自个儿的过去呢 在东治门医院 管了这么些年 一直到文化革命前 始终管病房 搞病房 那么就是很多人 大部分都这么治 最后全错了 后来我就根据我的观点 根据默舌色 改过方法 现在疗效果就很好 都是一样 很多的重病 我们不能够 从想象上 说是肝病 就用 就说是西的肝 错误的认诚是中医的肝 这一点我要清楚 人说的肾炎 也千万也不是什么肾虚 绝对不是 这一点清楚 我们再返回来 再说心 那么心呢 是一个 我们知道 我们念过解剖学了 是不是 它是一个循环系统 那么它的功能 就是打血 都是循环 那么假如心 有了病 心脏力 现在一切 现在一切说的心脏病 就是循环系统 有了疾病 或者心脏半膜本身 或者心的本身 有了病 这是现在一切知识 那么中国医学呢 说心 不受邪 所以我们 在中国医术里 心 不讲什么 心的病 就是心包 说是心不受邪 受邪 则死 所以讲了心包 心主 神明 忠义状 心者君主之官 神明出焉 遂者相父之官 所以把心肺 说成是这么个关系 跟现在一些没法结合 是不是 咱们说是思想 思维 心 是不是 心 经 什么 这个 尤其是大脑子 思维 咱们说是心 说这人心眼好 心眼不好 有心眼 没心眼 说的不是心脏本身的 有几个窝窿 而说的是脑子 思维 所以有时候就混了 那么这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常常混 但是心脏我们现在还好 人心念图不正常 咱们不能说是 你这个 也说就是 可能给个养心汤吃 是不是 不要把这两个理论 得愣结合在一块儿 做明慰的说 我们搞中医 就说中医的 心叫什么 君主之官 神明图言 凡是神明受到外邪 而有了疾病 就是心受了邪 这样讲 心本身不受邪 所以心包落呢 在温命 给他讲 热腺之后 形成 心包落 叫内腺心包 所以把他心包的病 就把他认识成 神魂詹 所以这一点要弄清楚 是不是 那么我们常在温热 这个在叶香园的外感温热片 是不是 是 威胁上犯 首先犯费 像我们讲了 逆传心包 这个逆传 不是 不是到了心脏里头 他所说的心包 就是昏迷 轻昏迷 重昏迷 都是心脏受了 这个病 所说的心脏 这是思维里头 就是大脑 神智的方面 受了病 是这样的一个解释 那么 在这段呢 讲的时候 先要讲 我就解释这个 心 现在医学 跟着中国医学 不是一个 观点 所以上次在 这个 大会堂 那么日本 有一个 就是 这个 代表团 代表团呢 是京村顺天堂 他们的团长呢 在大会堂 讲了几句话 我认为他讲的很对 他说 他说我听了 他在咱们这儿 听了中日游泡学院那儿 听了几天的报告 他说千万 别把心呢 弄成解剖图 讲 他说这可能是不好 他说中国医学 是一种哲学 他说他的认识 是哲学 他说现代医学 是解剖学 他说你把这两个互为 都一讲啊 乱了 你要讲这 所以我们要懂得 我们讲的心 我们讲的肝 就说我说病人 说您这老太太 您是干气呀 你血虚呀 干阴不足 干阳受抗 所以您呢 脸红您着急 您是干阳抗 你把这个干阳抗 错误的时候 你转眼没高啊 抗抗高 三体高 糟了 这糟了 是不是有这样的 太多了 你到外面去 有时候你开这房 咱们就着急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 让有些人就抓住你呢 就是不 这两个是两个体系 千万不要愣着连接的一块 所以很多人 本来就生起着急 错误的多吃糖 他说这三高嘛 高糖高蛋白是不是 高热量 你说对吗 搁的中医症就错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解释 规规矩矩的 中国医学就从中国医学解释 干 起婴儿用羊 干阴不足 以血为主 所以干尸 血的痒 出现了痙磷症等等 干阳抗 干阴不足就干阳抗 干阳要虚呢 就出现 牧流泪啊 这些四肢冷 干阳 他懂得这些干阴干阳 所以我在62年写了一个 治干的十个方法 就是从干阴干阳解释 当时我写的意思呢 就是 那个时候就是咱们东智北也好 研究也好 治干阴化 治干病 治干阴病 他们就是乱 都乱 理论也说的很乱 所以我写了这么 也不好说 连接这时候很大的 我就想了治干的十法 干阴干阳 干体干用 是体阴而用阳 干为藏血之道 体是阴的 而用是阳 阴不足阳就抗 是发脾气 是干阳抗 那么我记得写的哪儿了呢 写的就是韩医斋 老中医的一个学复思想 特别写治干十法 因为中医研究院那儿也治干呢 咱们宗志文也干 就是乱了 他把中医干割成西医干 乱了 这我要解释 下边我要讲是 就是我们这一段 心包的这个段 心包为心之外围 他有行君主之令 他管的是神明 所以他是在心受邪的 这是中国一邪 说心不受邪 受邪则死 有了病邪 是心包受邪 外是功成 就等于北京城一样 原先皇帝住在紫禁城 紫禁城外头呢 就是北京城 他在紫禁城呢 就是就跟那包罗似 他是一个包罗 外围 那么进来不紫禁城了 这个君主 这个皇帝就完了 威胁犯心呢 则心包显受 是威胁 不逆穿心包 所以他威胁太热了 能够反倒心 让心脏 受病 这是我在讲 威胁呢 两类 一类 就是威胁太重了 就跟就是现在一些的流行性脑脊椎摩盐一样 昨日发烧 或者是上午发烧 晚上孩子昏迷了 身上呢 红点出来了 初学点 什么呀 脖子硬了 吐 昏迷 什么呀 流行性脑脊椎摩盐 只有这 你得现在科学的知识也有啊 现在这一些理论也有 一瞧就是流行性脑椎摩盐 中心什么呀 你传心包 文学上范 你传心包 上范的道理呢 为什么这么快 两个一个就是伏鞋欲热太重 心感的威胁一来 跟里头结合上来 一下就不迷了 这是一类 就是 威胁过重一类 第二一类就是防御机能 薄弱 防不住 威胁一来了 你防止不住 所以在结合里头的 在伏鞋内热 结合这块很快 你还纳闷呢 不是温病 哎 是得 你得待几天呢 所以要注意 为什么我 从第一天 我老反复的讲 发烧病不能看成是伤寒 现在我让我们这几个研究生 也讲 还写这个 发烧病不是伤寒 不能看出发烧病 就是受风 就是受寒 错了 发烧病要懂的是 口鼻吸收来的温血 我们讲的温病 那么还有伏鞋内热的 伏鞋发出来的 就感染性疾病 还有传染性的疾病 都有发烧发老 是不是 你甭管流脑 脑炎 就是 什么 就是利己 就是瘧己 就是长年 就是利己 都有发烧 所以千万千万 不要说外行话 是不是 有一分发烧 或者有一分物函 就是表证 这种话 太幼稚 我老跟你们讲清楚 我说的话 不要跟别的老师讲 人家讲伤寒呢 你愣干 你说赵老师说了 这个不对 相反就是汉代医学 咱们讲的是清代医学 我们现在 今天我讲的是温病 跟结合到临床的传染力 感染性疾病 是不是 发烧 夜里头的寒沾 凶层 咳嗽 铁销色痰 什么病 肺炎 你瞧瞧 你放着西洋西医 你哪个学生教育 寒战凶层 没有发烧呢 还寒战的了 咳嗽 吐残铁销色 大野性肺炎 白野球一万味 以上 那么你这个尝试都没有 那你就知道桂枝汤 麻红汤 那不是太差 这不是我们今天 八十年代的 讲的是温病学 也不是今天我们的中医 我们要求的中医 是跟科学性 完全符合科学 就是禁得住 现在的这个科学的 来检验 所以我常说 我瞧病 这边西医你检查 张网后 肝硬变 在中日治了四个月 西医说了 全正常出院 出院半年 又经过中日检查 这个首都医院检查 这个三院 都承认肝功能完全正常 这才算正常 就跟我治白血病 尿毒症一样 肾炎尿毒症 得七一说 是不是 不但没有蛋白 那个 尿素蛋 得降低下来 这正常 分成是你 你说净吃八个地方 尿素蛋都一百零几了 一百多了 你还愣说好了 这是错的 是不是 那就是错误的 我们 中医学院毕业的 我们研究生 这样说话 就糟了 你整个给中国医学破定了 我治好了肾炎 就是肾炎 金子鲁 尿素蛋检查 尿蛋白的检查 尿这个血球 管音都都没有 症状 不但症状没有 经过考验 这叫我医学 不是这俩症状 不是有点物寒 你就说受风 有点发烧 你就说什么什么 都错误的不行 这金子鲁 现在医学的考验 也就是非常苦 八十年代的中医 我们是八十年代的瘟病 我们不能够 说是吴俊聪 我念了个文明条片就行了 我说我不讲文明条片 吴俊聪 我们不是看不起他 我们学我们的祖先 可是我们要抄我们的祖先 抄出张仲敬 我们尊重我们的医生 我们尊重叶天世 尊重吴俊聪 可是我们不甘 就在他的停留上 因为吴俊聪吵的病 没吃过激素 现在咱们一瞧病都是 我一天拔点激素 你怎么办 是不是 我们吃什么什么药过敏 怎么办 对 我们得跟得上行事 翻回来还讲 那么心包受了邪 热腺心包症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热邪 伤了盈分 伤了阴 在这个基础上 又加上一个 又加上一个 谈热蒙蔽心包 又加了一个 一个是外热来了 第二一个就是谈热来了 里头来的 怎么来的谈 刚我不讲了 说素来没谈啊 我这三天也没咳嗽 你怎么说我有谈呢 就是我们正常的 今夜受到 温学的煎熬 把这个 今夜熬成 焦一样 黏了 黏稠了 那么他里头 这个 谈热怎么样呢 上蒙 出现神志不清 就是清昏迷 重度昏迷 一度昏迷 二度昏迷 三度昏迷 四度昏迷 出现这些昏迷的症状 在中医讲 是 谈热蒙蔽 是不是 生昏了 你说 你中医说什么 你愣跟西医讲 说这有谈力 你说心里有谈了 这不是干而可笑了 是中国医学的理论 我们在大会上讲 在世界上讲的 我们要说我们的 中国医学理论 因为内里有谈热 形成的昏迷 你别说往心上说 那么这样嘛 因为谈热蒙蔽了心包 堵塞了心窍 心窍欲蔽 那么这时候呢 因为心窍欲蔽了 这热怎么样 就好比心窍就跟着门着 闭住了之后 不能够外达 心窍就逼着不能外达 所以这个时候 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病机 那么在心包 在营问 谈热蒙蔽心窍 怎么样 内饶心身 出不去了 就等这屋热了 这屋有500度的热 你老关着门 关着窗很疯得很严 你这热三天出不去 可能过三天 不是500度了 而是1000度了 越热越郁 越郁越热 是不是 人的病就是这样 本来多少个热 比如说这里有50度 那么过了三天 可能就100度 什么道理呢 热郁 热壁 所以我从开始就给你们讲 威胁 不是 用粮就行 说威胁是热 热道里头呢 不是用单纯粮 要开浴 要开窗 开门 给热放出去 为什么反对 早用气氛药 早用粮药 我常讲 我天天治瘟病 我搞瘟病 亲家瞧 可是不许用粮药 意思是说 不许你早用 用的得合适 不是刚入一点热 你不开门 你就给屋里割多少冰 不行 是不是 假热 我父亲小时候就告诉我 说屋里这么热 你割上两个方冰 就跟着桌子这么大的 一块冰割这 屋里头不能两块 他就给我讲 说你必须给门窗开 让空气对流 那就很快就好 那么当然这是很朴素的一个尝试 物理 可是你不懂这个 天天就错在这 我们天天 我到各医院去看病 各医院发高烧 就包括我 昨天我讲的 那个那么大的医院 发高烧 42度 烧退不了 说您开什么方子 一毛六 我就开 你方子 开个门 开个房 吵着气 不着急 两天就下去 又吃两个 就就就好了 说您有什么绝招 不是绝招 就中国医学道理 为什么我反对 阶段疗法 我老婆 凡是嘴里提倡 阶段疗法 就是有热 早用良药 越用越多越好 我说他没有临床经验 没有中国医学知识 甚至于成了就是 拥医 就水到 那么就由于热 欲不开 神魂沾雨 甚至昆惠不雨 就是什么叫昆惠不雨 就是从二度昏迷 到了三度四度 昏迷 神魂沾雨 是热扰心神的结果 从温病角度说 是不是 是热扰心神的结果 当然很多了 是不是 腐蚀上征也是 就说是从温病 从未分症 一传心包 这样说 是由于热扰心神 这么样的结果 披在温病不同阶段 不管温病在未吸引起哪个阶段 只要是热血扰了心 都可以出现神智昏迷 神魂沾雨 或者重昏迷 从一度二度三度四度 甚至于到能够死亡 很多人 这句话我说的 比较 广泛 可是就是什么 很多人就是昏迷 而老吃粮药死了 我们太多了 我要举例 就我们院里头 我就能告诉你 谁谁的母亲 就在 什么医院 昏迷 很巧就有一个老师 就是前年了 他妈就是俗天受热了 热了就发烧昏迷了 昏迷之后呢 他找我去了 我上青岛 我到青岛去讲学 反正热天吧 没在 那么继续打 还是打抗生素 后来插气管 其管我回来之后 我一问他 他说死了 你说对 多事上死的太多了 什么道理呢 就是不开门 不开窗 愣郎梁的压 预知住了 结果出不来了 插气管 气管再出不来 窒息而死 就是 那么阳鸣腐蚀那一节 那么也能形成 那么我们要通辅 就是你要看的 不是都是 为什么 我说 不能够用三宝 必须用 在用三宝的时候 合适的时候用 不再合适 全是错了 腹地不通 要通辅 那么邪热上冲 薰的心包 要把他邪热撤了 热神魂瞻雨 而见蛇降者 此为热露 热献心包症 那么就说是 露了神志魂了 那么蛇都很降了 在胃粉蛇白 在气氛呢 蛇黄干 到淫魂呢 蛇就红了 到血氛呢 蛇降了死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是越 预热到了血氛 越 可能中了 就蛇就很 红很降了 可是 叶天使说 说蛇降而先热者 包落手柄也 所以叶天使 在这个外本文章片呢 他写了这么几句 说蛇降 而先热 这要动清楚 所以为什么我强调 要看蛇子 最近大概 现在正在印 我写了一本 温病浅谈 那温病浅谈里头 除除写的什么呢 除除写的蛇胎 就是杠上你这样的蛇胎 怎么治 什么样的蛇胎 怎么样治 把胃气营血 四个阶段的蛇胎 大概写了有这么 一百多 杠上你怎么治 什么病级 又怎么用药 那么蛇降是到了血分 盈费 而鲜测 就面上很鲜亮 很光泽 一望就是禅 跟我临床的 这些同学就跟我说 你瞧这个 这是滑 这是糖吃多了 这个你瞧 光泽 这是禅 一望就是禅 一望呢 在火候的黄扣 就是实质 你这个舌头上 表现 把这个病肌 表现得清清楚楚 可是你不看 墨也形容得很清楚 也没细看清楚 所以往往错不知了 那么蛇降而鲜测者 包罗受病也 王孟英认为 说测为禅 无禅 蛇必不测 王孟英也是温病大家了 他说测呀 他蛇降上光测 就禅 带队了 我再加点 加住点 薄华 没有神昏的 薄华 这个色 是湿 湿意 可能是跟糖有关系 因为糖的 现在人都吃糖啊 这些小孩 舌头水跟那油一样 那么光溜 糖 那么再有一种呢 舌上是水 一吐舌的 这水往上流 是水饮 再有一种 舌面上是 虽然是热 舌是烈 可是上个水滑 这是热饮 色而黄 光测 这是谈 诗 所以 必测 热没有 谈 他就根本测不了 光测不了 其谈 为热 说 夜而成 谈怎么来呢 这都是王光英的话 说热 朔 今夜而来的 热腺心包 定是迅猛 今夜不得福布 而热邪呢 勋征 坚硕 而成谈 谈非火势而上 即义成为热腺心包症 所以中医的认识 就是昏迷 是传火于热 上蒙 心跳 所以很快 所以就形成昏迷 那么下边 我再讲 热腺心包症 由于守太阴而传入者 又称为逆传心包 热腺心包 从守太阴 再传来的 就叫做逆传心包 什么叫逆传呢 就是针对着顺传而言 有逆传就有顺传 什么叫顺传 就是从卫分 到了 这个就是从这个文学上 首先是反肺 太阴肺 从肺这儿来 下行 怎么样呢 到了胃 从胃 到胸隔 胸隔肝胆 就说从上交传至中交 由中交传到下交 这是正常 这等于我常讲 这等于我常讲 温血应该从胃气引血 上中下这么慢慢传的 这是一个顺传 所以吴季同说 始于上交 终于下交 这是正常的 是不是 假的不是这样 就是逆传 什么叫逆传呢 是指犹太阴肺 传至足绝于心包 一句话 就是热刚从卫分进来之后 经过呼吸道 到了肺 他没到卫传 他一下子昏迷了 就是心包 对不对 这是绝因的心包 那么刚才我讲了 是不是到了心那儿了 不是 是不是心包你打个桥就没谈 就中国医学理论 就认为谈热欲弊 神志忽明 因为心主神明 神明受到邪了 所以心不受邪呢 所以说是热邪 侵犯到心包 就指着心包的意思 就指着昏迷 就这么个意思 受决于心包 那么到这个时候 就叫做营分症 所以执重 直接的逆传心包 就直一下子就 就就 就忘礼来了 道理呢 刚刚讲了 两个 一个是文学太厉害 一个是防御机能不好 哎 体肠力不行 所以说体肠力不行的 就是有腹血内阴 干扰 是不是 外头有 有病 可是里头 腹血也有病 内外结合起来 是不是 这样很快 这样很快 其原因主要的有这么个道理 说心与肺同居上交 为相邻之脏气 肺呢 主气心诸血 那么气血关系非常密切 很容易相传 那么这些个理论呢 都是我们想的 说心跟肺都在上交挨着很近 所以到了肺容易到心 意思就是说是 意思 不是拿解头学这样讲 还是由预热 外头的预热来 里头预热重 上蒙心窍 上蒙 就这样昏迷了 下边我再讲 热平素 谭诗脚胜 说这个人呢 素来 谭诗很重 素来谭诗很重 谭诗呢 组织了气机 最容易 与谭 相结合 那么谭诗呢 随热诗而上 所以形成很快 形成了这个 热 谭热 蒙比心包症 还是这句话 很容易 谭跟热 上蒙 所以形成蒙心包症 嗯 下边 我就讲 举例 啊 说就等于说 说鼠热 邪气 来是 迅猛 啊 说鼠天的 热邪 我们老记住 在鼠天的热邪的时候 哎 来的时候很猛 是不是 天气又热 走的路也热 这个时候 可 直中心包 形成鼠绝之症 那么 人机为什么能 形成这样呢 天气热 人走的度游热 今夜呢 老出汗 老排泄汗 所以汗排泄到了 最后了 今夜 伤到一定的程度了 形成 虚脱 来 形成鼠绝 人倒了 昏迷了 什么道理 就等于我说了 鼠热是鼠热 在初期的时候 身体很壮实 外头外写这个 日光日很热 人出汗 在汗出的呢 肌液缺乏的很厉害的时候 很容易虚脱 就是上次我讲的 白骨汤症 很快 就形成白骨人人汤 上次我特别讲 虹磨 来胜去飞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看到虹磨 不要认为就是热 而要想到 马上要虚脱 看看蛇 看看磨的力量 看看来胜多少 去飞多少 要注意 白骨汤 很快就用白骨人神汤 再也很快 就身腹汤 正气要脱了 就这道理 主要的是 物质 伤阴 助热 或者是 闭色 气机 那么主要的 就是两个 一个热 胜 伤阴 一个是谈诗 不管什么道理 闭色 气机 谈也行 诗也行 欲也行 知也行 凡是有邪的东西 闭色了气机 怎么着呢 逼邪 内邪 就逼着他邪 往里走 物质之中 就是 很多 所以你给我说说 这多数物质 太多了 是不是 什么闭色 也太多了 就等于我上次讲 入营 透热 转气一样 入营 有可透热 转气 就是物质 天天我们到外 会诊 重病 当然 昨儿发烧 今儿个朋友 你会诊 很重的病 都是物质 都是措置 就是上次我讲的 甚至于我以前 我来这讲课 所讲的 外头会真的重病 都是 那么最常见的 就是一个 胃气不开 多么重的病 都是由青来的 凡是病老 好不了 都是错误治疗 是不是 由于破误治疗 你又不认识 所以越来越错 现在很容易 发烧退不了 吃激素 是不是 发烧 先吃抗生素 抗生素 是各种的好抗生素 消炎 中药呢 是大量量药 轻热解毒药 甚至于三宝 灵阳西脚 都错了 错了 还不承认错 加激素 石片激素 烧还退不了 更错 越治越错 结果数学又错 那么现在呢 一般从理论上讲 最常见的错误 第一个 就是误汗 什么叫误汗呢 我始终讲这个 就是你不懂的 一个发烧病 有伤寒 有瘟病 也有属失 也有内伤 你不懂 进入发烧病 就等 就知道 开桂枝汤 麻黄汤 发汗 是错的 是不是 我刚讲了 古代的伤寒 就是在汉代 麻黄汤 桂枝汤 葛根汤 当时可以这样治 到了金元 刘鹤坚时代就反了 刘鹤坚就非常反对 说古方治不了今天的病 刘鹤坚就说的很对 武之化火论 说是都能化火呀 说这个 这些个 全能化成火 怎么就会吃一个 欺文贵芝麻黄呢 刘鹤坚 开始用表里良解 像黄鹤冲上伞呢 什么六一伞呢 以梁为主 表里良解 这就是在 在这个刘鹤坚时代 金元 金元 就是十四世纪左右了 那时候就是反了 那么到了明朝 吴又可 威仪论时代 那是对于山寒论 那是更否定 我说的这话 不是我赵少秦反对山寒论 我说的是吴又可 吴又可 在明朝末年的时候 灾荒太大 所以因为第一个国家 到了王的时代 都是太穷了 经济崩溃 人民不能吃饭 所以处处逃亡 是有大的意证 所以从华南到华东 到了山东 到了河北 全是瘟疫流行 所以你看看 吴又可 瘟疫论里头 才杜绩里头 就这样 说在北京城 说朝阳门 现在的 现在的朝阳门 现在叫朝阳门 就是人家叫齐化文 朝阳门的官司 排队出城了 这死多少人呢 这北京城里 可见那老队 一天不是死多少人 什么呢 瘟疫 瘟疫不认识 错误在治疗 武汉 这等于瘟病 热病 你错误认为寒病 新闻皆了 皆了皆了 就是武汉 所以这武汉 是个大的错误 我们老不许 想发汗 是不是 我们看到一个发烧病 绝不能就单纯想发汗 不能单纯认识就是伤寒 就是着凉 是受风 不行的 必须要懂得 瘟疫口鼻吸收而入 所以吴又可 就反对 这个发汗法 他就提出来 病最威胁 是口鼻吸收而来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受风 说这一个村子 一个乡 没受风 怎么传这个病 所以他反了 就是中国 就是医学的进步 叶湘炎 在康熙 44年 叶湘炎就 这时候出事了 叶湘炎就接受了 吴这个 吴又可这些观点 病从口鼻吸收而来的 他不是招的风 招的凉 那吴居中的温柜条片 也是继承了 又继承了这个 叶湘炎 那么到了这个 切成白 跟叶湘炎 差了这个 时间不长 所以就提出了 失热病 这又是进步 意思就是说 温病就说是热病 不是寒病 进来就是热 不要新闻药 不许发汗 不许截表 最计伤 最计截表 所以温病 最计截表 温病最怕伤阴 所以这个 这个阴 凡是温病学家 都提出来 有一分阴 就有一分生机 阴伤到亡了 就完了 所以要保阴 所以为什么生地 为什么到清代末年 民国的初年 都是在北京地区 我看着全是生地原生脉动 像这个春季的时候 开放的 都像干寒欲阴 上来是新凉清洁 干寒欲 我们看看清代末年 这是民国的初年 就是说是二几年 一几年 一九一几年 我看那方子 看我父亲的方子 全是这类方子 所以那个时候 在民国十年以内 那时候全是班人 全是信封 北京叫做沙斩 南方 叶前人 叶前人 丁干人 他们叫做 咱们叫做烂浦丹沙 俗话叫做温枕 叫做沙斩 那很厉害 都是热味 都是些热味 所以第一个就是悟悍 要懂得 是不是 千万别进开会之上 尤其是在春季 是不是 人家孩子嗓子肿了 扁脑体炎了 你错误的开会之上 你一下就损了 没有就昏迷 你给照的 脑子脑子出毛病 热上 你中了脑子 所以流行脑体中外 就是热进了脑水了 所以为什么脖子硬吐啊 要懂得这些 我们文明上要懂得这个 脖子硬一吐 就是脑牙膏 脑牙膏 颅牙一高呢 马上就吐得厉害 这个时候要懂得 药有能耐 什么能耐 吐这么厉害 你怎么吃药 你没有真本事 你吃不 你的药你吃不起去 你的药还没吃嘴 你全喷出去了 所以我让我们学灵疮 学本事 在这儿 发高手昏迷抽风 脑牙高脖子硬 你不敢动 这时候开了方子样子得好 你得有把握 还得行 第一个就讲 悟悍的错误 要懂 第二个 勿用寒粮 勿用寒粮 就这么多样 青莱美素 现在都是 上来发热就青莱美素 红美素 白美素 是不是 勿用寒粮 再吃寒公牛黄碗什么的 就错了 寒之后 寒则色而不流 烧退不了 所以轻者低烧 重者昏迷 所以 再假着失重 全身负重 那么再失在重 切不足 谢谢 所以我考验的时候 为什么我一出题出这个题 就给我打神父汤 谁也考不上 所以预热 热域 就寒粮之后 遏制住了 预热往下破 所以卸住了 这时候必须服位 气息 让他气息调场 是不是 如果开神父汤 错了 开什么止血 错了 全错了 他就不懂得 胃不输 气息不调 失欲不解 下破 行政血血 这一道事 又是错了 所以寒粮错误的太多了 大概我统计统计 就最近 五年里头 到各大医院 治高手昏迷 70%到80%是这个 为什么人家说 你赵小新的药 就是一毛五呢 我就治这个一毛五 我就把这 昏迷就治好了 第三一个 就是资那药 就是什么呢 你不懂 你想着我来点 生地原身 卖东石湖 这个肝寒语音 保险 温病吗 你还真懂得点温病 可就是你不懂 这气息调场 你错误的大量增业 怎么样呢 增业之后气息不调 或者再有点湿 你又没看见 舌头那润 你瞧不见 你能告诉你 头胀 舌头润 周身酸缆 心瓦满闷 墨相如软 你都没瞧 你还当时 是就是温病 阴伤 你给这个肝寒语音 要太多了 气息调场 都要没有 所以形成怎么样 拉肚子 好不了 本来人家应该 五天六天好 结果十二天 递手不退 怎么着呢 可能您是心肌炎 可能您又是什么 什么病 结果实在不行 给人扣一个 什么什么一个 什么 什么狼疮啊 什么 胡给加个名 给病人 要甚至要了人家的命 就浪费很多钱 那么就说是 这一段就说是 热线心包 就是常常出现 是错误治疗 所以我们看病 老而记住 不能错误治疗 假的弄不清 不能乱开药 更不许开 重药 力能大 不许开 下边我再讲 温病 记发汗 记心温 假的 你不懂得 温病的道理 错误的 用了新温药 解表 新温药 上阴 新温药 注热 不懂 错了 汉为新业 勿汉亡羊 汉为新业 汉出过多呢 怎么着 心阴受伤 阴伤呢 怎么样呢 阳就 抗 所以心阴伤了 心阳抗 抗和化热 神志 很逆传 内线 心崩 又是 邪气 逆传 又给 内线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 很快 本来没有内线 不至于昏迷 让你这两副药 吃成昏迷了 就说你 汉出过多 伤及 心阴 心阴伤 邪气呢 就给 逆传 给内线 提供了一个根据 所以吴居通说 太阴温病 不可发汗 汗之 汗不出者 必发 颁诊 讲得很清楚 吴居通 对于温病 研究的是很深 说不能发汗 汗出了 怎么样 汗出 发汗 汗不出者 是预热重 破到盈分 所以必发 颁诊 这时候 颁分热 他就要出颁诊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颁诊 不是人家病 真出颁诊 就你给造 你给造成了 这个颁诊 汗出过多者 必神棍瞻鱼 颁诊还不错呢 就热到颁分呢 那么轻盈 退热就好了 你再也就重 怎么样 神魂瞻语 昏迷了 就那个知道的 下边 温病 邪在肺位 病轻 邪前 刚开始的风闻温病 或者温病 性感的温病 就在 最低端 胃分症 从口鼻吸掉 到了肺 就是胃分症 有一点寒热 这时候你就应该用心凉 清清 用心凉的 清清 心凉 风温上半 治理心凉 所以苦干 人类精凉 心开 凉呢 清 什么叫清清呢 就是药很清的药 三个业 句话 三个与饮 用清的来清它的热 这么句话 心凉 清地 心凉 清地的 来清热 为什么天天我反对 大家给我讲这个新凉截表 他们一给我讲新凉截表 我就跟他们讲 不能这么老讲 我跟他们讲了多少年 新凉是清解 是清清 是书话 到今儿个 我们温病家人 还有他说 新凉截表 所以他就没有临床 他就不懂 所以我老着急 我说为什么不临床 是不是 所以我带院部会老提出来 必须临床 是不是 念了那么些门课 本课班念了好几十门课 三十四门 三十四门 我说你怎么老不发现临床呢 必须用心凉 轻轻地来清 至上交如雨 非轻不举 你这个时候 你非开上石膏干什么呢 有生三克三裂菊花 有一克获获就够了 用不了五分钱的药 你非得开那么几个药 你给 至上交 这都用花 银花 都轻轻的 叶的 所以你非用重的 把上交的命 至着中下交的 花了钱了 怎么样 可能是错了 所以这始终在这温病课 我要提了 还提着这个 你心凉轻轻 用丧居饮的时候 音效反都不许用 就是必须这个 干什么呢 来清热 来酥味 来开门 给这味分热给开出去 热去迎味通畅 自然危害除儿育 这个热育 有一点心就行 是不是 有那个一克就行 剥合 两克就行 过去我看我的老师 看我的仙人 他就是开二分 三分 剥合 五分就 就是比较算重的 是不是 现在我们开